你见过这么大的阴沉木吗 它在西方人的眼里呢 被称为东方神木植物界的大熊猫 居然呢还是一整颗的 从这上面随便聚下来一截啊 估计都是价值不菲的 那当年这个大贪官严松被抄家的时候呢 在他们家呀 就抄出来了阴沉木做成的筷子 可见它的名贵之处 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呢 它被称之为浪木 穿于地区呢 它被称之为乌木乌龙木 俗话说呀 家有乌木半箱顶过财宝一箱 可见它的名贵之处 那么这么大一整棵的阴沉木 它到底是如何才能形成的呢 其实阴沉木是由于地震 还有泥石流滑坡等一些自然灾害影响之下呢 才能形成 这木头呀 进到了河床的低洼之处 经过在长时间的缺氧高压等环境下 当时碳化 一块上好的阴沉木呢 都要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 时间跨度呀 是非常的长 那么阴沉木应该怎么去分辨呢 首先阴沉木脉表呀 是乌黑的 会呈现出碳化的样子 但是在白纸上画的时候呀 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其次呢 阴沉木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闻起来呀 特别的舒服 不同的树种呢 会有不同的味道 基斯南木形成的阴沉木的味道呀 是最好闻的 还有阴沉木的木质呢 也是很硬的 切面经过打磨后 它会反光 就像镜子一样 还能看到自己呢 那么这么名贵的木材 是价值连城的 它为什么要摆放在这里呢 这里可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座官地庙 也是我们大英雄关羽的家 那么把它摆在这里呢 也象征着关羽的忠义精神 能够影响咱们的千秋万代 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继续带您探寻 名胜古迹 谢谢大家